字幕平安 好啦 山田嫩咖的游泳日記第三天 就今天其實 今天一開始就是很順利 然後教練就是看我的手跟腳 就是滑手跟自由式的滑手跟踢腳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姿勢是很流暢的 教練說我協調性很好 所以呢我們就開始學換氣 那換氣開始我們是拿腹板就是用腫 然後教練教我們就是 因為我是右邊嘛 我不是左邊子我是右邊 所以他就是說右邊的話就是習慣 右邊頭抬起來換氣 然後呢 就是做法就是要 教練說就是手盡量就是 轉的時候耳朵是要貼著左邊轉的 所以就是 就是只有那個鼻子跟嘴巴抬起來在水面上面 就是 韻律呼吸這樣 就不用 不用那個 頭不用抬起來 因為教練有叫我試一次 結果超級神奇的是 我試第一次 就有成功了 所以我就是 換對了人生的第一口 換氣 然後沒有嗆到水 鼻子沒有進水 終於 finally 真的是要落淚 超感人的 可是呢就是 嗯 我覺得蠻妙是有可能教練說我的分解動作 每個拆下來都是很好的 可是我自己在旁邊練習的時候 教練不在旁邊 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有點緊張 就慌掉 然後我竟然又出現了 就是我以前會 這樣子在水裡面就是 把嘴巴撐滿氣的這個 這個錯誤的動作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就是 教練一離開之後 我就又就是陷入了以前的那個 溺水的那個 那個夢夜這樣 覺得有點奇怪 對然後結果後來就是 教練又回來 因為他本來叫我們自己練習 然後後來教練就跟我講說 就是 他看我動作蠻順的 只要我能夠自己 就是 游順了 換氣習慣了之後 他會 就是 找時間幫我調整姿勢 因為他本來教我們說 自由式滑手 要 就是很直 一個 一個圈很直 這樣子 然後教練說 就是他覺得他可以幫我調整一下姿勢 讓我游比較快 而且今天教練叫我們試游的時候 他說我游的還蠻快的 欸好感人喔 欸然後我其實想要問一下就是 三鐵前輩們 就是大家有玩過三鐵的人 因為我參加的是快樂庭 大家有人穿過福利衣玩三鐵嗎 然後有沒有穿有差很多嗎 就是 可以麻煩大家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嗎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 小菜鳥 我希望我賽事可以順利完成 不要有生命危險這樣 我會盡力練習 但是我是想要 就是 了解更多那個細節這樣子 好然後現在是 就是 練習完的補給時間 今天晚上本來要去騎毛孔野騎 因為今天VV有辦一個英倫情人的活動 因為氣氣前節快到了嘛 然後結果台北最近就是 天氣一直很不穩定 就是常常會下就是小雨這樣子 然後今天從 下午就一直開始有小小雨 所以山上應該就是會有點歷時 所以突然大概就取消了 所以就變成在家裡的努力工作時間啦 然後我最近多了一個興趣就是 因為那個YouTube的創作者工作室裡面 有很多免費的音樂可以讓我們使用嘛 然後我最近就一直很喜歡在裡面找好聽的音樂 來搭配使用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原本都是用那個iMovie內建的音效 然後最近就是選項有一點比較多 就在嘗試就是 其實我原本就是沒有真的 但是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真的會 就不是很擅長剪片 所以我也是自己邊玩邊在摸索 然後最近就是有跟攝影師 像昨天在VP就有跟攝影師討論 才開始對就是剪片拍片 然後製作這方面多了一些叫 就是專業的概念 然後希望就是我會競技加油 那個進修一下 然後希望未來可以拍出更多很酷的影片這樣 對所以但是現在有點bado要了 所以要去煮飯了 煮飯之前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年底我有很多活動 就是都是到日本的團這樣子 然後最近也有很多很多 對我來說是很好很喜歡的工作邀約 真的非常謝謝 就是不管是廠商還是車友們 對我的喜愛 然後我會認真就是 努力期幫大家探勘各種 就是好吃好玩的路線回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努力拍片努力剪片 那個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在催我之前 參加很多像中央山脈影片還沒剪出來啊 然後我上次西進武林影片還沒剪出來 結果8月底又要再西進武林一次了 對 大家不好意思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是一個人作業 從頭到尾 我自己拍我自己騎 然後我自己剪 然後我自己拍照 然後寫文案什麼全部都是我自己 所以工作樣其實是有點超標 所以 如果有些影片大家想看 但是就是 拖有點久的話 請大家原諒我 不好意思 對 然後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 就是出乎意料 就是 因為其實 我的youtube的 呃那個subscribers 一直成長的滿好的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大家 想不到 欸 騎車這個主題大家是很喜歡 很有興趣的 那也很希望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分享 然後也歡迎大家可以分享給你們的親朋好友們 就是 大家一起努力推廣自行車這個運動 帶給我們的美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